今天要来更换这个滤芯 那滤芯之前换的时候是 9月 现在要换 它照理说这个是要一个月就要换一次 第一档 后面要两个大概都三个月 就有点超过时间了 然后等下就要来换那个滤芯 之前它有五道总共有五道 1234 这是纸外线 这是什么红外线死 可是这个因为装了这一支之后 水量变得 很慢超慢 所以 就先把这一支拔掉 现在目前在用的是123 这一道 第一道就是基本的那个 奈米级过滤的 然后第二道就是 竹炭的 然后第三道就是那种 软水的 把那个水软 就 变成软水用的 三道 那等下就要来更换 123 那我现在就要来更换那个 那你 更换前一定要把那个 入水端 的开关要 关闭 要不然等下会 一直流 然后出水端那边要先打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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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去 把骨往上去 放入沸騰 好 那這是第二道的 第二道就看不太出來了 那他就在 裡面 第三道就有點髒髒的 一樣他也是一個 這個塑膠把它拆掉 第2、3道都可以 他放第2到第3道都可以 他都有墊片 不要掉了 掉了就要把它放好 要不然他 我也沒辦法密合 哎呀是 把它鎖緊 打開 打開水 要留10分鐘 然後試試看這個有沒有漏水 因為之前有一次裝了 然後就不管他就 稍微就滲水出來 所以 開10分鐘要看這個有沒有漏水 就像這樣 那不是卡住了 因為他 這邊 水還沒滿 這邊水還沒滿 等他這三罐 滿了之後 這邊就會流出來 然後給他流 大概10分鐘 沒用 今天DIY 綠心 的 組裝教學到這裡 這個沒辦法 升飲啊 他之前跟我說可以 升 升飲 就直接就可以喝了 那我還是會煮開 因為 他 水還是 我還是建議 煮開喝 因為很多 市面上很多 都可以直接 升飲 那我 大部分還是都會煮開 首先是要洗東西或水果或菜 就大概這樣洗 如果是要喝的話 我沒辦法直接這樣喝 我還是會煮開 那今天的 就是也不算教學 就是我平常這個我平常就都有在用 應該 不算教學 那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 如果想要收到 更多通知的話 旁邊有一個小鈴鐺 再幫我按一下 那你就能收到 更多旗幟通知囉 掰掰